大家好 我是Working on 0xLab的一個Developer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How Android differs from the knownliness 那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Android是個Linux 那它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稍微介紹一下就是 我覺得這很重要 其實還蠻多人講錯了 我們是0xLab 是0不是all 那0xLab是有9位 對自由軟體很狂熱的阿宅組成 那昨天丁丁他 這次阿如他演講的時候 丁丁是人才 那他演講的時候他的keyword是什麼 大家記得嗎 舒服 對對對 那我keyword是天真 天真是我keyword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我會說我們是天真的 好 那 這個非常堅持的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沒有健康 但是台灣人不能沒有open source 我非常堅持要做open source的東西 於是我們看到Android的時候 我們其實非常的興奮 就 後面有Google support 然後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計畫 那當然我們0xLab 就有放很多注意力在Android上面 那Android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好 稍微一下 稍微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不能 Live Live Live想要讓我來摸 沒有啦 可以 好那 Android application大家都很清楚就是 用Java 就可以去開發的東西 好那 這其實有很多很多工作的資源了 我們暫且不提 因為JSERV JSERV說 用C其實才是真男人 然後另外一個DESERV 他又告訴我們 我強烈支持冠C 那JSERV我想大家也認識 他也說他認識C也很精彩 所以在我們0xLab而言 我們除了寫Java之外 我們還想要寫一些 Native Native code的東西 那Android它有很多豐富的資源 可是葛怒在自由軟體界 其實已經有許多 許多我們非常熟悉軟體 像Nplayer啊 FFMPEG啊 什麼東西 我們思考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這些東西放進去 我們 你說提供的一個窗口是 讓我們用Java 很輕鬆的可以寫成在上面跑 那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切入 我們可不可以把我們原本熟悉的東西放進去 或者是Native code 那 最簡單的一開始 就我們 都要先寫一個Hello World 那我們要編Native code 有兩種 主要兩種方式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使用Android Build System 或者是 你用它prebuilt好的那些tool chain 去下一些執行之後 一個個build出來 就你會透過原始檔 經過comptile之後 你得到一個eifl的執行檔 透過adv push your app 放到一個目錄鏡 你就可以放到你的手機裡面去了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流程 那我們看看 如果你要編Native code 如果你想要使用Android Build System 當然就 就follow上面那個步驟就好 那已經有很 已經 網站上面已經有非常詳細的教學 那最主要是有一個mm 它這邊有一個mm 那其實是它裡面有一個script 去幫忙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編的過程 如果編的過程就有點像這樣子 你看到最上面有一個mm 我們只要寫好一個android.m 可以說mm編譯出來 你就馬上底下得到一個arm的執行檔 你用atpush之後放下去 你就可以跑一個非常簡單的hollow world 或者是 但是我發現我沒有找到一個工具 它可以讓你使用那些ture chain 就像是你平常使用GCC的習慣一樣 像你要編一個hollow world 你只要執行HCC-O 你就會變出一個 也是一樣同樣版本的東西 那中間也看到一堆好像亂把的東西 其實就是compile的參數 是由透過HCC幫你找出來的 那我們就會想 那是不是 從這時候開始 我們就可以 玩很多native code 然後很快樂 把我們以前喜歡的東西放上去 但我才發現我們好少天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熟悉的linux 其實是這個樣子的 這可能底下是kernel 上面是compile line 所以這上面是kd 或者kernel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有人要問說 我在linux底下要寫什麼 怎麼寫程式 我們就會說去看kd 去看qt 或者去看gdk 可是 好 現在這樣 這是我們平常的東西 可是你在 你不然在你桌裡面 一些你熟悉的東西 不見了 gdk沒了 pango沒了 kyro沒了 hensa也沒了 還有fmpango 連x都不見了 gdbc gdbc 像剛剛有聽到 就換個bionic 比如說 這張圖 大家一定都看過 就是android 上面一個非常經典 大家介紹android 就常常會提到的圖片 那你會知道 就是 跨起來部分幾乎都是google 自己有在做一份 那 你會發現 尤其在這上面 我們一般開發者 我們會面對是上面的東西 他們完全啟動了他們一套solution 那如果 這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想要的東西 放進去的時候 勢必會遇到蠻多的困難 android gdbc 變成了bionic kyro 換成了skia fmp 就我們不 我們一直覺得說 砍加重量不是壞事 它只是另外一件事情而已 沒有所謂的好跟不好 就是 它 just happen 那 在我們立場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 把以前舊的東西放進去 我們勢必會遇到一些 沒有預期的困難 就 比如說 你想 你只是po一個 hollowworld 簡單 那如果你要想看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的一個程式 在手機上面出現一個東西 那就要 花蠻多心思樂了 那 這位snavel 我們就開始 再更進一步 去hollowworld 然後再我們build了更多東西 我們想用bgbox 去做一個驗證 可是我們覺得痛 我們想要把fmpeg 放進去 thinker 他一路追很可憐 他從open call追到 那個追到那個 還跑到 現在跑去改Gdb 有點像是說 他現在人在台北 他想去上海 結果跑到日本去了 就 繞了一大圈 那好 我們覺得這麼痛 那android 他 有很多良好的設計 我們想要把 enable wireless 和bluetooth 應該很簡單了吧 可是 還是痛 因為我們在其中 又遇到了一些buck 我們現在 以bdbox為例好了 現在現場 可能有些朋友 不知道 什麼意思 bdbox bdbox 它 就是 它等於是一隻小程式 這隻小程式 可以替代很多功能 譬如說你 常用的grep和ls等等 底下這些東西 都是它可以支援的 所以 變成說 如果你把一個bdbox 放上去 你的target上面 你瞬間 就可以做底下這些事情 就 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瑞士小刀 那我們在bluet的時候 然後 嗯 我們這個 這個盤其實是我 其實是我 當時的心聲 因為這部分 是我在po的 然後我發現 整個bluet不夠 那最緊張方法是 我們直接 bluet一個 stating link的東西 全部包起來 放進去裡面 那 跑起來就正常 可是 但是 那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bluetBus 原因其實不是 跑bluetBus 是為了驗證說 欸 Bionic跟我們 平常用的grep和s 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們想透過bluetBus 去做一點驗證 那才發現 其實蠻多問題 那 底下這個是 當時我第一次看到 都非常感動的結果 就是 它終於成功 bluet出來了一個 一個on的版本 然後 最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就是 它底下是linker linker 是不一樣的 剛剛廖教授有提到 然後linker 其實 欸 廖教授提到另外一個linker 好沒關係 那這個linker 呵呵 這個linker它其實 嗯 其實 長寫liners 程式的就會知道 一個叫l.so的東西 它是一個link editor 那在 白文革底下 他自己有另外做了一份linker 那 你在 compile的時候你要注意這一點 你要加進市場的參數 不然 你會發現 嗯 因為GCC不然你用別的最後一圈的話 都去build的時候 它會 塞一些錯的資訊情緒 那你通通就跑不起來了 好 那 bluet 嗯 我當時 然後我就 在build的時候我就發現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 好 有些東西 有些黑的檔螺 放的位置不一樣 在GCC Glibs裡面 bluet是ok的 可是我放進去bluet的時候 就錯了 你看這邊 你平常 GCC去build的時候很簡單就出來 可是在bluet 用bluet去link的時候 你發現它出現一些 我 沒有預期會出現錯誤 其實就只是因為 嗯 在 GCC裡面 當你include 這個header file之後 它就include 下一個features 再一路include進去 然後取得需要的symbol 放進去 但bionic 它並沒有做這個 它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的 你的這個 header file 它就只有這麼 它就完整就這樣子而已 它並沒有去 再往下去找出 它需要的symbol 所以這個symbol 它被定義在 以你的Glibs 它被定義在CDEF H裡面 可是在bluet上面 你要自己去找出 你如果當一個 要一邊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 放對位置 好